現在再來看一下項量外機的其他性質 項量的最重要性質 就是我要曉得說 A x V 的算法是 行列是可以幫助我的算法 因為這個用到的機會最多 它就是有第一列放 I, J, K 這卡式坐標的單位項量 然後第二列放 A1, A2, A3 第三列放 B1, B2, B3 我這個寫法 寫得完整一點的話就是 我是把 A 向量當做 A1 的分量 有 A2 的分量 還有 A3 的分量 然後 B 向量一樣有三個分量 有 B1 的分量 有 B2 的分量 還有 B3 的分量 好 現在再多看一些 項量外機的其他性質 項量外機在用的時候 你不可以交換它 我這個當說其他的部分 notice 是其他的部分 第一個是項量的外機 不適用於交換率 就 A x B 跟 B x A 不一樣 這兩個不會一樣 因為我們用右手定者 在判斷 A x B 是什麼意思 跟 B x A 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也會看到其實他們兩個方向不一樣 這兩個不一樣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方向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 因為 A x B 用六手定者 來定它的結果的方向 A x B 是四根指頭在 A 的方向 朝著 B 方向握拳 所以握拳之後的方向在這邊 如果你是 B x A 的話 四根指頭朝 B 在 B 的方向上 向著 A 握拳 然後大拇指的方向朝內部 所以光是方向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不一樣 那如果你要讓它一樣的話 加一個符號 A x B 如果你要讓它一樣的話 請加一個符號 負的 B x A 再來是 如果兩個向量的外機是零的話 如果你發現說 A x B 是零相量 如果是零相量 記得在零的上面加一個箭頭 在這種狀況下有三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 A 相量是零相量 A 相量的分量全部都是零 第二個可能是 B 相量的分量全部都是零 第二個可能是什麼呢 B 相量的分量全部都是零 最後一個可能是 A 跟 B 同方向或反方向 A B 同方向或反方向 A B 這兩個項量 同方向或反方向 也有可能 差個 180 度或差零度 反方向就是差 180 度 同方向就是差零度 我們剛剛另外一個單元提到的項量外機的算法裡頭 提到說如果你要算大小的話 或是說你要算大小 A x B 你只想算大小的話 你可以把它寫成 A 的大小乘上 B 的大小 再乘上 sin 辣碼 辣碼是 A B 相量之間的夾角 這個算法裡頭就可以看出這個原則 這個道理 如果同方向的話 0度 sin 0度 sin 0是零 所以這個 A x B 之后是零 然後反方向呢 sin 180 度 sin 180 度也是零 從這個 從這個 所謂的項量的外機 它的 這個大小的算法 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同方向跟反方向 是一個造成 A x B 為0 的原因之一 然後 分配率也不能用 第三點說 如果你是 A x B 好 好 cross 完之後再 cross C 這個不會等於 B 跟 C 先做 cross 不會這樣 不會等於 B x C cross 完之後再跟 A 做 cross 的運算 不一樣 好 再來是說 如果 這個 A x B 得到 B 好 用 B 好了 A x B 之後得到 B 的項量 而且 這個不是零 如果 A x B 之後得到 B 項量 而且 B 項量不是零的話 則 你會得到兩個結論 一個結論是 A 跟 B 互相垂直 另一個結論是 B 項量跟 B 項量也互相垂直 對吧 兩項量的結果 A x B 之後的結果 我們剛剛講的是 定大小 這個是定大小 然後定方向的話 要用右手定折 定方向的話 要靠右手定折 好 因為 右手定折的概念告訴我說 A x B 就是 把四根指頭的方向朝著 A 嘛 朝著 A 之後 向著 B 握拳 大拇指的方向 不管是跟 A 的關係 或跟 B 的關係 都是垂直的關係 得到了新的向量 會跟原來的向量互相垂直 這是 OK 的 好 再來是 這樣的分配是可以 就是 A x B 加 C 的話 這個可以把它分配成 A x B 加上 A x C 這樣是 OK 的 這樣是 OK 的 好 或是你把它顛倒一下 這兩個 很類似喔 例如 這邊是 A 加 B 在前面 剛剛相加在後面 現在相加在前面的話 你可以分配成 A x C 加上 B x C 這樣是可以的 然後 第六個是說 請問一下 之前那個單位向量 I, J, K 啊 他們之間的外基的關係 要怎麼決定 請問這個問題是什麼 好 如果是 J 慢慢來好了 就是 I x J, I x K 討論一下 然後 這個 以 J 為主的話 J x I 討論一下 以 J 為主 還有一個 J x K J x K 討論一下 看它是什麼 再來就是 K 為主 K x I 請問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 K x J 又是什麼 好 最好畫圖的 這一類的問題啊 最好畫一下圖 畫圖比較快 好 I, J, K 畫一下 這是 卡式重要系統以下的 I, J, K 或是 或是要先寫 X, Y, Z 也可以的 這是 X 的方向 這是 Y 的方向 這是 Z 的方向 X 的方向 我用單位向量 I 表示 Y 的方向用單位向量 J 表示 Z 的方向 由於單位向量 K 表示 好 用這個定值來決定方向 I x J I x J 那就沿著 四根指頭的方向是 I 的方向 I 這樣的 J 握拳 所以 I x J 會得到 K 然後 I x K 呢 I x K 也是一樣 四根指頭的方向是 I 的方向 沿著 K 握拳 那個就是 J 的方向 負 J 這樣比較快 J x I 呢 J 在那邊 朝著 I 握拳 I 在這邊 朝著 I 握拳 所以是負 K 然後 J x K 呢 好 四根指頭的方向在 J 的方向 朝著 K 握拳 大拇指的方向是 X 的方向 好 K x I 呢 K x I 一樣 J 好 最後一個 K x J K x J 要這樣握 所以這樣的話 負的 I 方向 好 這是 我們常常用到的 I, J, K 因為他們的外積會得到的結果 好 以上請同學參考